在上个礼拜 Perotua 终于发布了 2020 Perotua My-V 但是这个新 My-V 并不是像之前所说的小改款 我是觉得它应该被称为改进版 为什么叻? 不要紧张 先按下这个 Subscribe 旁边 我再跟大家讲这个新 My-V 有什么不同 首先这个 2020 My-V 并没有追加之前传出的 My-V Start 也就是 Cross-Over 版本以及传说中的 My-V GT 甚至在外形上是没有任何的更动的 唯一有改变的只是它的车身颜色 那就是多了一个被称为 Electric Blue 电击蓝的新颜色 同时呢 之前只有 1.5 版本才有的这个深灰色 这一回除了 1.3 版本以外 其他的车型都有这个颜色了 还有就是之前的这个紫色 以及 1.3 专有的薄荷绿色这一回也是被取消了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什么诚意对不对? 那你就错了 因为这台车除了它本来的 features 就已经很丰富了 像是拥有这个 LED 头灯 Killer Sentry 电动折叠后视镜 甚至在 Airbag 方面呢 1.3 就有 4 具了 然后 1.5 有 6 具的 Airbag 这一些都相当丰富之余 这一回这个 2020 My-V 在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呢 又有改进了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 ASA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这一回就升级成 2.0 的版本 而且哦 之前只有 1.5 Advanced 版本才有 这一回是 1.5 全系都有 1.3X 的版本你也可以选配 只需要另外加加 2,000 块 就有这个 ASA 功能了 那我先说一说这个 ASA 2.0 有什么不同 和之前 1.0 那个版本相比呢 1.0 它在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前方碰撞预警的方面呢 它的操作时速是 30 公里以下 但是来到了这个 2.0 版本呢 则进一步提高到 80 和 100 公里 是改进了蛮多的哦 而且这回这个 ASA 2.0 还多了 行人侦测的功能 在功能性方面啊 我是觉得更加的全面 也更加的安全 而且这回你要买这个比较省油的 1.3 版本 你也可以选择有这个 ASA 的功能 我是觉得更加的好啦 而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 Myvi 也是同级里面 唯一搭载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的车款 在这方面啊 真的是要称赞 Prodora 它的诚意是十足的 能够在入门车款 而且还是这个国产品牌 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真的算是蛮难得的 也希望其他的品牌可以追上这个脚步 在动力配置部分 2020 Myvi 依旧是搭载同样的 1.3L 以及 1.5L 的 自然进气引擎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其中 1.3 版本的这具引擎呢 它可以产生 95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121Nm 至于 1.5 版本的 最大马力是 103PS 峰值扭力则是 137Nm 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啊 听起来可能很 boring 啦 但是还有一个好处 不对 是两个好处 那就是 含省油之一 它的保养费用也非常的低廉 有多低廉呢 我现在就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从 Perudua 在官网上所列出的 这个 Service Schedule 我们可以看到 Myvi 平均这个 Normal Service 的费用 大概都是介于 100 多到 200 多之间 至于 Major Service 方面则是 500 多 人工方面 Normal Service 30 到 50 多块 Major Service 也才 100 多块而已 在这里为止是几个零件的价格啦 好像它的这个黑油 0W 20 是 162 令吉 至于 Spark Plug 方面是 220 块 4 毛 牙油方面呢 是 100 多块 这个以同级来讲算是蛮便宜的哦 讲完官方的保养 那我们先就讲一讲这个消耗品的价格啦 首先 刹车片 Myvi 前方一堆的刹车片呢 价格大概是在 100 多到 200 令吉之间 那这个就看你是选择什么品牌 什么品质 还有这个种类啦 接下来就是轮胎的部分 Myvi 所采用的轮胎是 14 吋 及 15 吋 价格方面大概是在 100 多到 200 令吉之间 关于这一点呢 之前我们的 Jayden 小便曾经和我们分享过这个轮胎指南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摆点观看 不过有一点这个Myvi 车主必须留意的就是电池了 因为在这个最新的Myvi 身上呢 在 1.3x 以上的车型 它都具有这个自动怠速熄火功能 也就是 Auto Start Stop 的功能 因此它们就使用这个电量比较大的电池 在这个电池方面呢 价格是 300 到 400 令吉之间 会稍微高一点啦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其实基本上这个 Prodome Myvi 也算是一辆蛮省心 而且很好扬的一台小车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售价了 这个最新的 2020 Myvi 呢 非常的有诚意 因为在 1.3 车型部分 它的售价依旧是维持不变 除非你选择这个 1.3x 版本 然后要选配这个 ASA 2.0 的功能呢 那你就必须另外加加 2000 令吉了 至于这个 1.5 版本呢 这一回是全系导入 ASA 2.0 而售价方面呢 这个 1.5 普通版本它是多了 2000 令吉 至于高阶的 ADVAS 版本呢 则是多了 500 令吉 我是觉得更加的值得啦 以上就是 2020 Prodome Myvi 的所有信息 我们相信以这样的一个配置还有这样的价格 要让 Myvi 继续成为国内最畅销的城市小车 并不是难题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2020 Myvi 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交流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